兄弟姐妹是父母留给子女最大的财产 有人说 人的一生有两股坚强的力量 是完全不求回报的 一股力量是父母的爱 另一股是兄弟姐妹的情 关于兄弟姐妹情感的故事 虽有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这样的 为了全力兄弟自相残杀的历史典故 也有苏氏与苏哲兄弟情深的历史典故 苏氏中秋怀念兄弟之作 为兄弟而发 其中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捐 成为千古家具 俗话说 达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虽然平时或许兄弟姐妹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小矛盾 但是到了真正危难之时 那份兄弟姐妹真情便会展露无遗 平水相逢是缘分 五湖四海皆有人 白头到老是夫妻 血浓于水是兄弟姐妹 再没有人像你 陪伴我走过童年 走过成长 走过那些对父母从叛逆到理解的历程 世界上有一种美好的感情 就是兄弟姐妹之情 难以割舍 难以隔断 它是人生路上的支撑 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有了兄弟姐妹 就永远不会害怕 兄弟姐妹情 血浓于水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关于兄妹的真情故事 男孩与她的妹妹相依为命 父母早逝 她是她唯一的亲人 所以男孩爱妹妹 胜过爱自己 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在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 妹妹染上重病 需要输血 但医院的血液太昂贵 男孩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 尽管医院已免去了手术费 但不输血妹妹 仍会死去 兄妹催人泪下的真情 兄弟姐妹情血浓于水 前世修来的缘 作为妹妹唯一的亲人 男孩的血型和妹妹相符 问男孩是否勇敢 是否有勇气 承受抽血时的疼痛 男孩开始犹豫 十岁的大脑 经过一番思考 终于点了点头 抽血时 男孩安静地不发出一丝声响 只是向着临床上的妹妹微笑 抽血完毕后 男孩声音颤抖地问 医生 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 但转念间又震撼了 在男孩十岁的大脑中 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 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 在那一瞬间 男孩所做出的决定 是付出了一生的勇敢 并下定了死亡的决心 医生的手心渗出汗 他紧握着男孩的手说 放心吧 你不会死的 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男孩眼中放出了光彩 真的 那我还能活多少年 医生微笑着 充满爱心地说 你能活到一百岁 小伙子 你很健康 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 他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 就又挽起胳膊 刚才被抽血的胳膊 昂起头 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 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 我们两个美人活五十年 所有的人都哭了 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 这是人类最无私 最纯真的诺言 这个真实的故事 对兄妹血浓于水的真情 展现得淋漓尽致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宝贝 黑黑的肥沃的田狗 姐姐抱着手中的妹妹 摘一朵小野花 戴在妹妹的耳朵上 唱一唱轻柔的摇篮曲 哄妹妹入睡 一起长大 一起爱美 一起看着当初的疯丫头 变成文雅的大姑娘 兄妹催人泪下的真情 兄弟姐妹情血浓于水 前世修来的 元老旧的家门前 小鸡觅食 姐姐喂妹妹 姐姐就是这样 一周一饭 呵护着妹妹长大 兄妹催人泪下的真情 兄弟姐妹情血浓于水 前世修来的元姐妹呀 姐妹 我们要这样走完一生 带到你我成家历史 远嫁他乡 我俩还能不能这样相拥 有一天 别人会牵起你的手 有一天 别人会托付你人生 我只想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愿你一生幸福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兄妹催人泪下的真情 兄弟姐妹情血浓于水 前世修来的元一生姐姐 一生牵挂 姐姐去放牛 把弟弟背着 姐姐去挖野菜 把弟弟带着 只要姐姐照顾着弟弟 他就能进入甜美的梦乡 这浓浓的姐弟之情 就像这清澈的山泉 就像这坚韧的芦苇 一辈子不改变 兄妹催人泪下的真情 兄弟姐妹情血浓于水 前世修来的元兄弟姐妹情 仅次于父母情 这辈子能做兄弟姐妹 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 祝愿天下的兄弟姐妹 相互珍惜 这份难得的兄弟姐妹情 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人活一世 积好八德 富贵自来 一 口德 德饶人处且饶人 直话 可以转个弯说 冷冰冰的话 可以加热了说 批评人的话 一对一的说 要顾及别人的自尊 二 掌德 赞美别人 学会鼓掌 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掌声 为他人喝彩 是每个人的责任 不懂鼓掌的人 人生太狭隘 三 面德 不给面子 是最大的无理 任何时候 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 看破别说破 面子上好过 四 信任德 生性多疑的人 不可能有真朋友 被人信任 是一种幸福 有多少信任 就有多少成功的机会 疑人不交 交人不疑 五 礼杰德 有礼 走遍天下 彬彬有礼 方能魅力四射 礼多人不怪 送礼送到位 六 谦让德 锋芒毕露者处处树暗敌 切记锋芒毕露 放下身段 降低自己 人前物张狂 人后别得意 为人硬低调 七 理解德 人人都渴望他人的认可 理解就是给人方便 理解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事 换位思考 替别人着想 八 尊重德 把别人的自尊 放在第一位 努力使人感到他的尊严 给弱者的尊重 更可贵 把别人放在心上 一个孝顺 善良 勤奋 平和 积极 智慧的人 一定会是一个有福的人 首先 与孝顺的人未有 一个真正孝顺的人 必然懂得责任 懂得思考 懂得珍惜 懂得感恩 这样的人最可教 父母是给自己生命的人 如果连父母都不能孝顺 不懂尊重的话 何况是其他人 其次 与善良的人未有 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他的心是宽大的 包容的 平和的 跟聪明相比 我更愿意与善良人交朋友 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善良比聪明更难 聪明是一种天赋 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三 与勤奋的人未有 一个勤奋的人 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有福的人 勤能捕捉 一勤天下无难事 夜经于勤 荒于稀 与勤奋的人在一起 你也很难懒惰 四 与平和的人未有 一个平和的人 他不会轻易有脾气 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急躁 更不会愤愤不平 有观点说 人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莫本事有脾气的 这是下等人 一类是有本事有脾气的 这是中等人 还有一类是有本事莫脾气的 这是上等人 数量极少 有本事莫脾气的